一人李严谨今日在脸书透露 日前有一位天道蒙曾姓大哥 泰宝 在脸书发文称李严谨介入他和老婆婚姻 他每月花30万元包养李严谨 让老婆13年来受委屈 突然被卷入小三风波 让李严谨杀眼 赶紧在脸书发文声明 我不是黑道大哥宝哥的小三 我是宝哥的债主 李严谨表示自己好不容易 才走出低谷 努力经营直播事业 如今又无端卷入黑道大哥的婚外情事件 他无奈叹 这几年我工作不停歇 苦苦经营的事业现在都要进行切割 经纪公司也切割 真的有够倒霉 苹果新闻网报导